文修師傅下午拿著工具 修閃門窗 但怎麼修就是修不好 由於旁邊施工的關係 非常多 他們的門線都這樣 沒有辦法 不只鐵門無法對齊 就連路面 牆壁都已經軍裂 進到屋子裡 狀況更加嚴重 這個牆壁 有一次這樣像壁還剝落 而且還會滴水的狀況 而且這個住戶已經忍了 大概八九個月 附近兩個建案同時施工 導致鄰近的住宅手波急 滴水不斷都已經拿出大水盆接水 沒夠多久就得再還 實際對比 其中一棟民宅一樓左邊的窗戶 從原本微微彎曲到晚間 已經嚴重扭曲變形 住戶不滿 建商一拖再拖 導致房屋傾斜 被市府緊急撤離住戶到事件大學 房子就是搖搖欲墜 然後感覺一直在剝落 生意一直出來 好像警察跟消防的都有來幫忙 蠻多人在引導我們來這邊的 很常在反應他就說是他 他又說是他 就弄到後面常常就 不見得會有人處理這樣子 弄到現在就變這樣子 大概從年初開始 工地的工人先喊 他們裡面內部的工人趕快疏散 耐清疏散了半個小時之後 才通知這邊的住戶要疏散 所以這裡的住戶相當的深情 認為他們簡直說是草菅人命 是否是周遭工程 導致大直階房屋嚴重傾斜 如何究責仍需釐清 但眼前當務之急是確保住戶安危 三層林凱俊高冠宣渡文宣 SNG小組台報導